佛家的修行 以戒得定 以定开智慧 佛告诉我们 不是他发明的 自古以来 受放三世 一切菩萨成佛 统统走这条路 没有例外的 就是戒定会 称之为三五六修 佛法传到中国 这个修学的原理原则 如 采纳了 大道 也接纳了 那么 因戒得定 因定开会 变成中国 传统文化 修正的 基本概念 如是道 独走这条路 戒在地 就守规矩 不守规矩 不成方圆 一定要守规矩 那么这个戒定会 理念呢 如是道 读通了 但是 戒 戒 会 讲的都不一样 如有如的戒定会 道有道的戒定会 佛有佛的戒定会 这个不一样 但是 如的戒定会 道的戒定会 终极的目标 都是生天 换一句话说 没有脱离六道轮回 只有佛的戒定会 而且是大臣的戒定会 小臣 还没有脱离 大臣 脱离六道轮回 脱离十八戒